身材娇小的老妇人 住著拐杖緩緩過馬路 就在這時 一輛公車左轉彎 沒有停下 前輪鏡直接將妇人撵過 司機似乎沒發現 還靠站讓行人下車 繼續載客 但老妇人當場丟了性命 清潔隊找馬車的 還在叫 你看 怎麼叫 客人都沒聽到聲音 大家都沒聽到聲音 幾分鐘後 妇人屍體被發現 倒在地上血肉模糊 警方到場採證 卻不見肇事駕駛的蹤影 而先到場的家屬 心都碎了 聽人聽聞二號 猶如晴天霹靂 跪在遺體旁痛哭失聲 卻換不回婦人性命 這起公車駕駛照逃的死亡車禍 就發生在二十三號清晨的信義區 當時公車左轉彎 疑似因為視線死角 沒發現正在過馬路的 八十六歲朱姓婦人 直接碾壓過去 而婦人當場送命 為什麼第一時間離開現場 沒有留下來 低著頭不發抑鬱 事後警方 當在萬華的客運總站 找到肇事的馬姓公車司機 他初步共稱 不是故意肇逃 是真的不知道撞死人 但仍被依法送辦 本公司感到非常的抱歉 也會對家屬 負起一切 後續民事賠償的責任 事後瞭解 死者大清早出門 是要去拜拜 沒想到卻在途中 不幸碰上死結 混沌淪下 也留給家屬 無限悲痛 記者 你是岡楊中盛 吳俊偉 陳玉璇 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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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